Hello 大家好 YOLU YUMIDA 那今天呢我要來跟你們介紹的是 我出國的化妝包裡面都會裝什麼 那我上一次有介紹過我怎麼收行李 然後我的隨身包包都會裝什麼 所以我這次就想說我來分享我的化妝包 應該大家會有一點點興趣 對 那如果對於接下來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分享多次裝包上開始囉 我這次帶的是這個3C的化妝包 然後它的容量真的非常大 但裡面真的太髒了 所以我就不給大家看裡面 就它真的可以裝很多東西這樣子 粉底液的話呢我會帶兩罐 一罐是這個remold的這個 因為這個顏色比較偏深一點 然後我會搭配另外一個淺色的粉底液 這個的粉底液的顏色是103 True Ivory Nisfree的這個制定粉底 2.3就是偏白 因為我是冬天的時候買嘛 那冬天的時候我就比較白一點 但我夏天我就是一個非常容易曬黑的人 所以我現在每個人看到我都說 欸你是不是有變黑這樣 就其實我也沒有去什麼玩水喔 或者是我也沒有去什麼曬太陽之類的 我就是只是可能出門 然後我沒有擦太多的防曬 或者是我根本就沒有擦防曬 然後我就會黑了 就是我是一個超級容易曬黑的人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兩罐這樣 遮瑕膏的話就是The Thin的這一條 然後我的色號是1.5這個 但它現在有一點點偏白 因為我就是曬黑了嘛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 所以我就是還是繼續會帶著它 而且它真的遮瑕力超足 其實我會出國帶的這些東西 就真的是就是我平常化妝一定會用的 我可能會嘗試看看新的東西 但基本上我現在會用的東西 通常就是我平時就有在用 而且是我一直回購它的東西 對美妝蛋的話我用的 不是用Beauty Blender 我用的是韓國大創的美妝蛋 韓國大創的美妝蛋 它就是這樣子四個一盒 然後一盒只要五千塊喔 五千塊你們自己去換算一下 大概一百多台幣 平均一顆只要二十多塊 不覺得很便宜嗎 而且它真的很扎實 就是它很好用 它這樣捏就是完完全全就是 就是很好用 我真的說不上來為什麼 但我就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我也有用過Beauty Blender 但Beauty Blender我真的覺得就還好 而且Beauty Blender會讓我覺得裡面 感覺鬆鬆的 可是這個裡面就是很扎實 而且是很Q彈的那一種 我朋友可能隔一兩個禮拜要去韓國 我可能會請他幫我再帶一盒回來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 就是便宜又好用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 沒有不買的理由 你們有要去韓國的這一盒 就是它在台灣也超紅的 就是你們真的可以去買 另外我這產品用的是 E2House的這一個 其實我有兩個很推來 另外一個是Maybelline的 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圖 我把圖放在下面 這一個Maybelline是我之前用過的 但我現在後來改用這一個 是也沒有為什麼 就是我看到有人在推薦這一個 所以我就想說用用看 但殊不知這一用也是超級好用 然後我的染眉膏用的是KATE的這一條 就是 BRE 這一條真的是推到不能再推 它就是很順手 然後拿起來的量也不會太多 而且它之前 改版之前它的是小條的 它大概只有這麼高吧 可是後來它改版之後變大條 但它的價格好像也沒有變太多 一管基本上就是用三四個月 四五個月起跳的那種 而且這個我已經用了大概四五條掉了吧 我真的就是超級喜歡它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刷子類的話 我就大概帶過一下下就好了 因為 沒什麼好介紹的 那個 腮紅的刷子的話呢 就是好像是在Face Shop買的吧 Face Shop 但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這真的很久之前買的 這個呢 基本上我都會拿來刷睫毛 因為 睫毛的產品我等一下會講 因為它那個睫毛產品 蠻容易 不小心就拿太多 然後拿太多 你可能刷上去就會太紅太黑 所以我都會拿這個 然後把那個多餘的那個睫毛膏刷掉 這個刷子跟這個刷子其實就是同一家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看過 很久之前網路上都會賣那種一桶的 然後它就是一系列的刷子 然後就是裡面都會有這兩個 然後還有其他的刷子 但其他刷子我覺得還好 但我比較常用就是這兩個 然後這個我就會拿來刷鼻影 就是這個角度就是很剛好 就是完全就是符合我的臉 跟我需要刷的範圍 所以這兩個就是我是一起買的 最後呢我的眼影刷就是 我直接把 Anastasia裡面附的刷子拿來用 因為它的毛很軟 然後它的這個暈開的這一邊 也就是很舒服 也不會刺刺癢癢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拿它來用 再來是Kate的眼線膠筆 這個眼線膠筆真的超級好用 我大概用了三四個用了吧 我可能之後 因為Kate好像是日本的牌子 所以我應該也會再去團個四五支回來 就它真的超級好用 但它的BR1我是更喜歡的 因為BR1是比較淺色 BR2是比較深色 上面這個是BR2 然後下面這個是BR1 你可能就是從這個螢幕上面看不太出來 但我個人是覺得BR2會看起來比較柔和一點 我必須要帶著蜜粉 就是這一罐 這一罐 這一罐其實我不管去哪裡 我只好有在化妝 我基本上就是會去囤它 就它真的太好用 它如果哪一天跟我說它要填一下 我可能會去囤個十罐到二十罐回來 因為我基本上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就可以用完一罐了 因為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講過 它除了可以就是幫臉 就是你可能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上了之外 你還可以上在瀏海或者頭頂 你可能今天就是比如說像我比較不喜歡洗頭 但我今天有沒有覺得我超油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看起來 就是有一點點出油的話 我就會直接拍在頭上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幹嘛那麼髒幹嘛不直接洗頭 但你知道有時候我就是不想洗 我就是不想洗 對所以我今天可能不然就是我即使有洗頭 但我可能出門兩三個小時三四個小時之後呢 我的頭髮就開始變油了 那我就會就是用它就是把它 就是拍在瀏海上 我的頭瀏海就會看起來像就是剛洗完頭那樣子 就看起來很清爽 接下來睫毛順序 我這個好像是Siseido 但是我真的買的有點太久 所以我真的忘記它是什麼品牌了 睫毛膏的話呢 我用的是E2House的這個 就是它是黑色的 之前我看KT的影片 然後它推到爆 所以我那時候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把它買了兩條回來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還不錯 它真的是蠻捲翹的 但就是在用之前 你要把就是它這邊的一些多餘的膏 就是刮掉 不然就是上上去 你可能就是會就是太多這樣 修容的話 我之前也有在Gare Ready With Me講過 就是它真的是我用過最久 我大概用了它有兩年了吧 但修容的話 如果你們近看 就是它已經整個就是 軍裂 就它其實基本上已經快要整塊掉下來 還是我硬把它塞回去 因為就是我還想不到有什麼 比較可以用的修容的牌子 跟就是塞黃的牌子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用這兩個 所以就是我很喜歡啦 就是remote現在台灣也買得到 所以你們如果想要去摸摸看的話呢 可以去那個屈城市吧 應該是在屈城市或剛是沒 其中一家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看這樣子 我的眼影潘就是它的這個色系真的是 一年四季都很適用它 我唯一真的完全沒有碰過就是這個黑色跟這個米白色 因為我不知道可以拿來幹嘛 但其實它顏色我基本上都是用過 我是真的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就是這一盤在台灣我不知道賣多少 因為我是請我朋友從韓國買回來的 好像七八百塊八九百塊 我是覺得還蠻划算的 所以就是這一盤我也會把它帶出國這樣子 然後我的護唇膏的話是DHC 就是我這次去日本一定也有打算要囤貨的這一支 為什麼不對焦呢 以上呢就是我出國一定會帶的一些彩妝品 就是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在我的Girly With Me出現過 然後也真的都是我平時化妝 我都一定會用在臉上的東西 所以就是推薦給你們 對那如果喜歡這一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也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就可以第一次送到我的影片通知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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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